女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 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 这是中国现代作家丁玲所说的一段话 丁玲描述女人如何伟大的一段话 笔者一直感悟不到其中的真谛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了秀菊姐的感人故事 第一次听朋友说秀菊姐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来的 就是张艺谋导演电影《秋菊打官司》的形象 经过了解这个秀菊姐 发现她的故事远比电影中的秋菊还要跌宕起伏 曾经是山沟沟里的笨娃娃 从小就感觉自己很笨 这是秀菊姐给自己的评价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八十年代 大山里的孩子很少接触外面的世界 这也造就了她大大咧咧的性格 少了女孩特有的温柔之美 更多的时候她像一个大男孩一样讲义气 也非常愿意去帮助别人 虽然在父母的眼里这种性格完全不像女孩 但是这种男孩性格 也成为她今后的事业成功的法宝 为了生活选择南下创业 山里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 因为家里面没有钱 初中毕业的秀菊姐就选择到南方打拼 都说生意做变不如卖饭 初到南方的秀菊姐就选择了餐饮这个行业 然而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 她很快就赔得血本无归 几万元的资金就这么没有了 她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 九十年代的万元户都非常少 更何况这是几万元的真金白银 就在很多人都以为她要被打倒 从此一蹶不振的时候 她的男孩性格在这里被展现出来 她一定要跌倒了再爬起来 餐饮行业是不能再做了 接下来靠什么能够东山再起 这是她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她想起了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话 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她就成了路 既然路是靠人走出来的 那就从脚上开始创业 秀菊姐选择了冷门行业擦鞋金研发生产 生意初见曙光为了孩子选择返乡 秀菊姐从鲁迅先生的话受到启发 选择做擦鞋金生意没有想到出奇的顺利 在秀菊姐的主导下公司先后推出鞋油清洁剂等一些列产品 销售方面她选择与互联网结合 市场销路迅速打开 经过几年的拼搏 她已经成为擦鞋金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因为秀菊姐在这个行业的成就 她被业界誉为擦鞋女王的称号 经历了南下创业的失败 秀菊姐终于迎来了曙光 美好的生活也在向她招手 然而两个孩子的上学问题 却成了她挥不去的心结 早年间为了一家人团聚 秀菊姐一直把两个孩子带在身边 可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 他们需要回老家继续完成学业 如果自己留在南方打拼 两个孩子就要在老家过留守儿童的生活 究竟何去何从这个选择摆在了她的面前 经过深思熟虑 秀菊姐决定为了孩子放弃深圳的事业 选择回四川老家发展 回乡创业遭遇滑铁卢 2016年在外奔波多年的秀菊姐 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四川老家 本想重操就业继续发展 不料事业再一次遭遇滑铁卢 进入21世纪 随着我们国家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高 所承担的责任也越来越大 环境保护工作已经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 选择回乡创业的秀菊姐刚好赶上环境保护治理 工厂是没有办法开下去了 秀菊姐突然发现兜兜转转这么多年 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原点 回想自己在外闯荡这么多年 除了落下一身的伤病其他一无所获 秀菊姐就禁不住潸然泪下 多少个夜晚她都在考虑生存的问题 两个孩子已经长大都到了需要花钱的时候 自己也到了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 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压得她喘不过来气 曾经创业吃过的苦为她打开另一扇窗 秀菊姐在南方创业的时候曾经吃过很多的苦 对身体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只要天气稍微有点变化她就会感到颈尖麻木 有时候甚至延伸到双腿和手臂 俗话说九病成一为了治好自己的病 秀菊姐认识了一位康复理疗医生 通过调理治好了自己多年的职业病 自己的病治好后 秀菊姐跟着医生学了一手养生技术 除了对自己的身体进行养护之外 还帮助家人甚至客户护理养生 如今自己的工厂因为各种原因难以维持 她突然想起自己的这个手艺 既然自己的手艺能得到家人朋友认可 为何不给更多人带去健康呢 秀菊姐的手艺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在事业再次遭遇滑铁流的时候 是平时的一个爱好挽救了自己 她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大健康产业也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通过互联网家把自己的理疗养生走出去 这是秀菊姐要考虑的问题 从擦鞋女王到颈尖腰痛调理专家 秀菊姐的别样精彩人生 秀菊姐在下一步很大的棋 她要把互联网短视频与自己的理疗养生事业结合起来 把自己多年来积累的经验 无私地奉献给大家 作为一个女人秀菊姐知道女人的不容易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帮助更多的女性朋友 让她们也能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赚钱养家 从擦鞋女王到颈尖腰痛调理专家 秀菊姐的别样精彩人生 秀菊姐一路走来侃侃可可不容易 从一个山里的假小子到擦鞋女王 从人生低谷到颈尖腰腰痛调理专家 她的人生是何其的励志精彩 由于老三 网主要疾越过尖腰痛调理专家 一直在这里的音乐 从人生多疲惫 天国会议刷备 生得好和尖腰狂 山迹 生得好和尖腾 羊带